对那个 好我们先 这个做评鉴很好用 我记得我有一年在道乡 就是我当主任的时候在道乡 效务评鉴 然后我其中有一个资料夹 全部都是放新制图 全部都是放新制图 就跟效务有关的所有的新制图 然后包括跟效务有关 需要理解的一些我们去找资料 或者自己学习到的东西的 或者一些老师教学上面用的新制图 方法的上面的东西 那我把它收在一本卷中 就一样放在 放在那个效务评鉴资料夹 放在那边给评审检查 结果那个评审 好那评审看来看去 就一直在放我那一本新制图 其他的他都没有看 其他的都没有看 然后就一直称赞我们学校 那个办学很有方法 然后就讲一堆五四三 反正就是重点就是 他的三十分钟的时间里面 大概有二十八分 在看那一本新制图 所以这个是 因为他就是让 会让想看资料的人 一次可以看到他要看的重点 在哪里 好 然后对于你自己来讲 你去 不管你去累积你的智慧 累积你的知识 我们上一次有讲过 你可以抽象化你的所有的背景知识 然后变成一些模组 好那在这里呢 新制图其实就是一个模组 就是你的每一个智慧的模组 好那所以你以后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也许你已经忘记了 那你还可以翻新制图翻一下 看一眼 大概二十秒钟 你就会觉得整个都回来了 会有那种感觉 整个回魂的感觉 好 好那我们再来提这一个 那个弗洛伊德在讲我的时候 就是各位在讲自己 自己的时候呢 我们人本身会有 不是只有一个我 那我们有三个我 一个叫做自我 一个叫本我 然后一个叫高我 好 那自我呢 就是就是那个 马洛斯的最底层的 各位还记得 马斯洛还马洛斯 马斯洛 那个需求论 真的那个行 王老师 这个真的很好用 我行政 我也都干行政 然后教学 我也 就是教学行政 这个都非常好用 好 那个马斯洛的 最基本的需求 是生理需求 对不对 生理需求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学生 在肚子没有吃饱的情况下 他是不是肚子很饿 很饿你还叫他学习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好 所以你要先满足他的生理需求 所以自我就是属于生理需求的那一块 受性 就身体物质的原始的欲望 好 我就是想要我的身体快乐 快乐原则 他没什么人性 这叫自我 然后第二个我呢 叫本我 就是人性的部分 好 那什么叫人性 就是我会思考那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会用大脑去思考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符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符不符合那个社会的价值观 符不符合大家一般的 的那个现实的思考 社会的观感 所以我是在这个社会观感底下去生活 活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的 那这个叫做有人性 所以这个自本我展现的是人性的部分 好 那另外 这个也是大家 我们大家大部分都活在这一个层次底下 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受性 好 那 第三个部分 叫高我 那高我 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觉醒 就是你从本我上面觉醒的一个 神性的表现 佛性的表现 其实就是一个上帝形态 上帝模式 他会超越 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 跟道德的期待 甚至可以超越人性 牺牲自己 那我们身为老师的 其实有部分 比较容易会有这个 高我神性的性格跑出来 你会站在那个 你是神圣的 这个教 这个导师 神圣的老师 的一个情况下 在很多时候会用这个方式去思考 所以为什么 那个之前 游览车火灾的时候 那个老师不顾自己逃生 如果 如果是受性 或者是 如果是受性 他可能自己就先逃 对不对 就快要死了 还管你谁是谁 对不对 然后稍微有点人性的 就大脑会开始思考 灰燒车 糟糕了 我到底要逃不逃 开始那个 白天使 黑天使 在你的脑袋里面 在打仗 我当然要逃 逃不出去 我就 我就这一生就完了 还讲什么 对不对 那你的那个白天使 就会说 我的孩子都还没有逃出去 我逃 那我是不是没有人性 太没有人性了 我就算逃了出去 那我以后怎么 怎么在 怎么 怎么在社会立足 对不对 就会开始想这些事情 这是人性的部分 但是你的高我 你的神性的部分 就会说 我一定要帮忙孩子先逃出去 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对不对 所以当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 思考的时候 你就会进入这个高我的 的这个潜意识 这个层级 所以人有三个我 你要 要随时注意 自己的三种状态 自己三种状态 那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到 这个我先讲一下 那所以我常常口头上面讲 我们上次也有提到 那个上帝模式 有没有 各位还记得吗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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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